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今天我們主題是清明怡雲 怡雲 清明世界 暈暈暈 這個清明這個清明節 有人去掃墓 當然有時候都會發生科學 很難解釋的現象 我們今天所謂的怡雲 就要來談這些現象 那麼因為有人都說 沒辦法保守做亞中回 就表示說那裡我們看不到 但是很熱鬧 那麼最近有人開著 這個特斯拉的汽車 結果這個讓他非常的驚嚇 為什麼泰克 我覺得我們除了常常在講說 人有靈異體質之外 我覺得一些3C的科技用品 有的也是有靈異體質 因為他有的就很正常 但有的他也會發生 不可解釋的一些事情 像最近這個新聞 他就是說有人開著那個特斯拉 那特斯拉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他最著名的就是 他是電動車 沒吃汽油的 然後他中間有一個非常大型的一個中控螢幕 所以他的導航就非常非常清楚 那就是有人他可能剛好開過了一個無人公墓 那照理講他在開這個無人公墓的時候 在特斯拉的那個中央的那個導航螢幕裡面 照理講就是只有他的一台車子的本身 然後旁邊應該就是一些建築物的一個圖示 但是他沒有想到 他有看到有行人在走動 就在他的左前方跟右前方 但是其實明明他現場在開車的狀況 他還有把現場的那個行車紀錄器錄下來 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人的 但是在他的那個中控螢幕上面 因為特斯拉有個特色就是如果人靠近 他的那個螢幕會顯示有人 就提醒你說旁邊有人要小人的 但是他明明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而且那邊都是公墓 根本不會有人 可是他開過的時候 那個特斯拉的螢幕卻顯示有人在他旁邊走動 但是這也不是第一例 對 在今年的二月份 其實也有另外一例 一樣也是這個特斯拉 然後他開進了一個那個隧道 明明這個隧道就只有他一台車 可是這個特斯拉的中央的這個控制螢幕 依然顯示有公車在他的旁邊跑 所以要提醒他特別的留意 所以他也覺得很恐怖的 奇怪 我這個隧道就只有我一台車 怎麼還會有公車在裡面跑 然後他等他出了隧道之後 公車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對 他在隧道裡面 公車是一直跟著他的 但是他出隧道之後 這個公車的圖示就沒了 這個其實就是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很懸疑 當然除了我覺得除了這個新聞之外 我這邊還有可以一個 有一個可以補充的 最近很多人都會玩那個手機 手機有時候我們對著人自己 他就會出現那種比如說狗狗的臉啊 或者是貓的臉啊 曾經也有人去做測試 就是我一個人在電梯裡面 但我就一個人 那如果我把這個手機的這個 這個這個濾鏡對著我自己 我或是會出現一個狗狗的鼻子耳朵 那我如果把他轉到旁邊去 會不會也會有 然後那個人 他就真的把那個手機轉到旁邊 就發現一個兩個三個 但是電梯只有他一個人 他可能也是買到有靈異體質的手機 對 所以這個很沒辦法解釋的 好 針對特斯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麼這個雖然沒有人 但他們偵測到有人 這個特斯拉有解釋說 應該是雷達偵測錯誤 也有一種解釋說 是車子的系統故障 這是科學的解釋 對 OK 那我們都是消費者 我們如果就是說 他用這種科學解釋 如果是你 你會感受是什麼 Tag講的是說 他就是因為偵測錯誤 有出現不同的影像對不對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出現一個真實的案例 是出現奇怪的聲音 那一起事件是 他們半夜幾個重機的車友 一起就是去騎北宜 那在騎北宜的時候 他們他們就會前面用導航 對不對 那用導航的時候 他就一直發現說 他的那個導航 因為有一點點反光的功能 所以他一直覺得 後面就是有有燈光照到 他 然後他跟的那個距離 他快 那後面的車子也跟著快 他慢 後面的車子也跟著慢 那就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那我那個朋友 就非常的不服輸 好 你要快是吧 我看你能夠多快 因為他對北宜的路況 非常的熟 他狂飆 飆到一百五六十這樣子 他想說我這樣子瞬間 這樣子一綠燈就飆過去 看你怎麼會跟 結果他後來是跟到了 跟到了之後 他就覺得有點毛了 結果呢 就到了 就剛好就到那個坪林 那邊有個紅綠燈口停下來 那停下來的時候 他旁邊就一堆也是小矛頭 半夜這邊飆車的 然後他的車上停到那裡之後 他就想說 他本來想說黃燈了 要不要衝過去 後來想想 算了啦 不要衝這個 他就這樣一念之差 就停下來了 就停下來之後 剛好對面有一台車狂 瘋狂這樣開過去 然後所有人都被那台車嚇到了 因為他是從那個死角衝出來的 照理來說是根本不會有 那個情況下 會有車出來的 而且會有聲音對不對 結果他衝過去之後 就在這個時候 他的車子的 後面跟著那一台 沒有 他那一台車後來不見了 但是他車子的導航系統 突然講了一句話 唉 好可惜 不是嚇死 不是只有他聽到 所有其他小矛頭一起聽到 那些人一聽到狂跑啊 嚇死了 說話在車子 對 他就覺得 他後來把那一台 那個導航機賣掉了 他不敢再用 都沒中 對 就出了一個 原本不可能會出現的這種聲音 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人聽到 所有人都聽到了 所以他後來覺得 這個實在是太毛了 所以像Tag剛才講的 那個是導航機 他偵測有問題 你可能說是基建故障 但是你親耳聽到 他出現不該講的一句話 那個就非常奇怪了 請教一下 薛老師 你覺得為什麼那個車子 會有人講話 健康修都沒中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說 他那個收音機來說 應該是有接受 應該說他裡面的那個 收訊的這個訊息 裡頭有接收到靈異的訊息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就是說 通常有幾種情況 一種是我的人 那麼視覺或聽覺上 接收到訊息 第二種是機器受到干擾 對 那麼受到這個訊息 比如說舉例我有一個 我有這個是我一個 很熟的一個朋友 他在大溪 他每天晚上 他就是從那個 因為大溪他那個路口是下去是很斜的 所以他那天晚上 他記得他收完電 他說我那天開出去的時候 往下一走的時候 就一台車衝上來 他那個感覺 他是瞬間想到完了 就是撞上去了 可是他眼睛閉起來 然後衝過去之後 那個車過去就沒有了 他一直他很驚訝 他卻我明明確定 那個車是對著我撞過來 可是就消失不見了 對 那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個就是視覺上 第二種就是有些人可能在夜行 經過某些地方的時候 會聽到一些聲音 那這個聲音有時候 可能甚至有時候 也許會叫你的名字 盡量不要回頭 免得受到影響 那要我講一個我自己 我都沒講過的經驗 就是剛剛那個陳老師在講北公路 那我因為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做房地產 然後我就是都跟臺北這邊有一些大的建設公司合作那個預售案 所以我都必須要 那時候雪稅還沒開 我都那時候都必須要開北公路 那時候都必須要開北公路 那時候都必須要開北公路 那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經驗 我也是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那因為那一次跟一家建設公司的老闆 就談了這個要賣的這個案子 然後就是回來的時間晚了 就是大概我十點多 差不多從臺北出發 經過新店的這個這個路徑 然後進入這個北宜 過了不久 我就覺得說前面的車的行徑都是很正常的 然後可是我本來是路是很清澈 因為那一天並沒有下雨 然後路是很清澈 而且是夏天 前面的車車速都是正常 車車還是蠻多的 可是突然間我的前面就一團霧 那個霧就是前面的車已經跑很遠 那個霧就突然從我前面這樣包圍 我旁邊也是霧 前面也是霧 我根本看不到前面的這個路 我就開霧燈 因為以前我們住宜蘭會去裝那個霧燈 因為如果走北宜常常有霧 可是我覺得不對啊 因為有人抄我的車 我是不是前面都是霧 旁邊都是霧 我看不到前面的路 可是旁邊的車還是這樣很快的過去 我又看到它的影影看到它的尾燈 又很快的過去 那我想如果整個路段都有霧 他們不可能這樣開 因為會閃那個警示燈 然後慢慢開慢慢開 可是抄我的車都很快 然後為什麼我這邊就一團霧 然後我就警覺到了 然後我就聽到有人在唱歌 這是我第一次講 我都沒有講過 我家人我也都沒講 那是我的經驗 我就聽到有人在唱歌 那個這一個聲音從我的後座來的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想 我在開車 雖然我會看到那些 只有你一個人開 對 我一個人開 但是那時候我一個人 那雖然我會看到那一些好朋友 但是我不想從照後鏡去看他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霧蒙蒙的 然後我從照後鏡看他 我覺得說我會不會發生什麼危險 因為北宜公路的路又很小 所以呢我就跟他說 請你不要嚇我 那我就是說想要平安回家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搭便車 請你就不要唱歌 然後讓霧散掉 我就這樣講 結果真的霧就散了 他就沒有唱歌了 我就開 但是我還是感覺他在後面 然後一直到平領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感覺他在後面 因為你會感覺到他在 你的身體 還有你我就是知道他在就對了 因為我雖然不去看後照鏡 我覺得我知道他在 然後呢 你不要看吧 你手把他抬起來 怎麼會晕起來 如果抬到就... 因為如果是在平常我會去看他 無所謂 但是我在開車我不想造成說 我自己開車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善意還是惡意 但是後面有說如果你要搭便車 你不要嚇我 因為我在開車 那你讓霧散掉 那你讓我平安到達這樣子 那後來他到平領他下車了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有那個體質 我知道他下車了 那他下車之後我就開始 因為我車上都會放大悲咒 他在的時候我不用大悲咒 因為我用大悲咒 對 就是我一個親身的經驗 是是是